两位 谈了多久了 两年多了 大学同学 不是 不是 一个学校的 对 一个学校的 一个学校的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行 你追的他 今天为什么来啊 就是一些我的异性朋友 他就感觉成为一些假想敌 我想把这些矛盾解决掉 你的一些异性朋友 这个些是几位啊 有几位吧 几位 三位 哎呦 三人成众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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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啊 说吧 从哪位开始说 前几 前几友吧 前几友怎么了 就我两个开始 也是谈半年左右吧 那天就不知道为啥 就突然问起 我前几友的一些事情 说你跟前几友 怎么认识的 还有你跟前几友 干过什么事呀 这样的 不是 你问这问题 不尴尬吗 我感觉女生嘛 都比较好奇 然后那天也没有什么事 我就比较想 就是深入了解一下 也算是随口一问 随口一问 但是他就不愿意回答 我感觉这个 没必要回答 这是过去的东西了 然后他一直问 他说你是不是对我 隐藏点啥 你是不是还 跟你前几友有挂钩呀 还是你念念 思念的你前几友啊 我说这边都没有 我说那就跟你说吧 然后我就非常细的 跟他都说了 非常细的 他这又不乐意了 说你跟你前几友 这都干过 那都干过 你对你前几友 那么长时间 你就对我这几天 你觉得合适吗 不是 人家前几友难追 你也崩着呀 主要我当时生气的点吧 就是在于 就是我问他 和他前几友以前的事 我就一直在那夸了前几友 说他前几友长得好看呀 性格也好呀什么的 然后就越听越生气 你都问了 你说你为什么追 你前几友啊 我肯定说 前几友的优点吧 我才追着人家 然后他这 挑了这一梗不放了 然后就是 他之前买了个裙子嘛 虽然那裙子也挺好看 但是那裙子太短了 而且那个 配那个衣服也特别露 我感觉出去不太合适 毕竟你有男朋友了 对吧 直接说 不想给别的男人 看到你这么性感的样子 对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 然后他就不听了 说你前几友能穿这样 我就行 我穿就不行 我说前几友之前 他也穿 没穿那么短呀 还说前几友呢 你别提个 对他就是总提前几友 我就觉得他并不是觉得 我穿这个裙子不好看 他就是觉得我不好看 他觉得前几友刚好看 女生的点是在这 主要他不是 我问他 他跟前几友的一些 就是比较细节嘛 他跟我讲的也比较详细 然后就让我形成了 一种鲜明的对比 我就觉得他对他前几友比对我好 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去看电影嘛 我就想去看那个爱情片 他又非拉人我去看那个喜剧片 就一点都不听我的 但我就觉得他比较听他前女友了 他又跟我说 他以前就是跟他前女友一起做过一些 就是手工呀之类的 就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他就是愿意陪他前女友去做 但是就是连我想看一个电影 他就不想陪我去看 我没有说不想陪你去看 我说咱俩看个喜剧片 说那笑笑嘻嘻的多好呀 你非要看他爱情片 那爱情片男主不就是给他给人画大饼吗 他每次他都跟我讲道理 我没有时候给你讲道理 你说爱情片这东西 他就是给男主画大饼 然后他看完再说点 你看他人家男主多好呀 这么好那么好 你不应该去选择人家男主吗 你就学一学呗 做虚拟的东西 你看他也没啥用呀 咱俩看看喜剧片 两人笑笑嘻嘻 抱个抱米花 你说多有意思呀 抱抱抱米花 那我在乎的也不是 就是到底是看喜剧片 还爱情片 我在乎的不是你这个态度吗 所以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让陆琪老师来回答一下 好像很多女生都会问这个问题啊 应该怎么答 讲讲你前女友吧 我前女友哪哪都不如你 所以我才会喜欢你嘛 那凭什么你要跟这么差的人谈恋爱啊 那时候没见识呀 那时候不是年轻吗 说明你吸引不到 像我这么好的呀 没有啊 现在我成长了呀 成长了之后 我终于可以吸引到像你这样好的人 就怎么打女人都是错 这个就是一个必死题 就是男的最好的回答 其实就不回答 就忘了 我给你一片朦胧 就不能给你具象化 明白了 陆琪老师答的你满意吗 我比较满意 年轻女孩吃她那一套 记住了啊 人家再问起来就这么答 想分手吗 不想 不想分手 前女友的咱们过吧 过吧过吧 这是假想的A是吧 咱说说B行吗 B是谁 女发小 怎么还有女发小呢 认识时间太长了 十多年呢 她也认识 见过 然后那天 我那个发小就失恋了 大半夜失恋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 她这就又跟我闹 主要她不是就打了一会儿 她打了一个对小时 然后还避开我打的 你为什么避开她 我感觉不太好这些 她说避开她再点好点 不是有啥不好的呀 也没啥不好 就是说我避开她点 感觉说出点一些 才那种的话 为什么女发小失恋了 给你打电话呢 就是 就是认识时间长嘛 她没有其他的朋友吗 有倒是有的 比如说她的女闺蜜 没有吗 她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她吧 还不是特别了解 那你怎么就那么了解呢 认识时间太长了吧 那为什么她在 有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就求助于你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人家也求助别人 别人没搭理她 那你为什么就一定要搭理呢 我都给认识 搭理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还要避着我呢 没有说故意避她 你不就是故意避着我吗 我说想让她回避一下 我为啥要回避啊 对啊 身为女朋友 为什么要回避啊 我刚才问的问题 你都问过吧 都问过 她又一直这样 说着胡说话 就是这样嘛 这事应该怎么办 请教一下陆琪老师 首先这件事就是你不对 打电话怎么能避着女朋友呢 是吧 对 只要是当着女朋友面打电话 我跟你讲 你打电话就是没问题的 还开着免提打 对嘛 是吧 而且还可以让她共同参与一下 对 是不是 女孩子更知道怎么去哄女孩子 我觉得从根上就有问题啊 你这有女朋友了 还和那个什么女发小 那么紧密干嘛呢 就不应该再和女性 那么近的关系 从此就没有女发小了 这是灭绝失态份的啊 就是谈了恋爱之后 你就要灭绝一切 是吧 李老师 也没有说太别亲密 还能有一个女生 要和你讲她失恋的 这个感情 那就是你的问题 过 过 这个你做的不对 接着说你的痛苦 早上她比较过分 她逼着我打电话 打了一个多小时 已经算了 然后她明显已经看出来 我生气了 然后她就简单解释两句 她就觉得我无理取 那她又一气 之下她又走了 走 走哪了 找女发小去了 没有 回家去了 她说让我冷静冷静 昨儿我现在大半夜了 草也没啥必要了 各回各家吧 你女发小失恋 你离家出走 我没离家出 我回家去了 是不是浮小连篇 对呀 你看 我回家睡觉去了吗 确定吗 确定 你确定吗 她应该是回家了 那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 她可以画一个 对老师去 就是安慰她女发小 然后自己女朋友 折弃了 就给我放在一边 对呀 为啥呢 我不想跟她吵了嘛 那你为什么不安慰人家呢 我检设她也不听呀 这不听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陆琪老师 你不听 不代表你可以不哄 哦 就不听的时候 你要哄 哄是一种态度 听不听 是看你哄的态度 好 听明白了吧 你看成熟的男人 都是这样嘛 哄嘛 你不能走 是吧 走了也就算了 三天都没打理 我最后还是 我去哄她 我们两个才和好 完了 为啥冷静了三天 你到底生了多大的气 你要冷静三天 其实我没兴起 那你为什么 甩人三天不理 我忙 就忘了这事了 忙着把女朋友都忘了 你忙什么事呢 我其实说 还是过几天 再找她吧 然后她就过来找我 肯定说 那就装装样子呗 装装样子是什么意思 她来哄我了吗 哦 所以女生你想想看 为什么她追她前女友 会追很长时间 因为前女友不答应 你答应的太轻松了 为什么她哄了这个 女发小可以哄 哄完之后 可以把你撂很多天 知道为什么吗 我感觉女发小 比我重要 哎呀 对 这事挑拨利剑 很成功啊 好 第二个人也放在这了啊 这个 主要还有别的事 还有呢 她也其实有时候 对我的事也不在乎 那会我们是约好 去看电影啊 大早上九点 约了电影啊 然后去她家门 九点钟还叫大早上啊 那也早上吧 早上 然后我说去 提前 晚上就约好了 然后我说去 咱俩明天去看电影 她也答应好了 大家也妥妥的 我这边带车的 带着包米花啥的 我在她家楼下等着 她狂狂两个小时 没接电话 然后前一天晚上 我们俩打视频 打得太久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手机也接个音 我就睡过了 我就给忘了 这有什么好说的 谈个恋爱吗 女生睡过头了 算个事吗 对啊 而且以后你发小 就能和一个对老师 你就等了我一个对老师 然后你就不太烦了 休息已经过过过 她主要还有别的事 还有什么事 我有肠尾炎 就是不能吃太辣的 然后那天就莫名其妙 带我吃火锅 我说吃吧 要不点微辣 微辣有啥意思呀 要点就要也爆辣 爆辣才有灵魂 我这灵魂 这要我灵魂呀 是吧 最后我也没吃好 你傻呀 没有约阳锅呀 那其他我也不爱吃 那你说你不爱吃就行了 矫情 你跟你前女友的时候 你这样吗 你敢这么矫情吗 对吧姑娘 嗯 就这么点事吧 还有呢 还有当时我们 一帝的时候 你们俩还异地过 对 为啥异地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 然后她就去实习上班了 哦 异地了 多远啊 嗯 长春 她在北京 呦 那是有点距离 一千多公里吧 我说就打打视频 打打电话 那天就是挺忙的 上面老板还骂着 他说训的 训的我老厉害了 我就手机也没拿 然后他那天也生病了 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只说不是我接的 是女同事接的嘛 假想敌三出来了 然后他就女同事接了 他说你谁呀 两人没说两句都挂了 不是你 你的手机怎么在 女同事手里 那手机上班 就太忙了 就放桌上了 他跟你什么关系 他能接你的电话 他在我旁边公位吗 那他怎么可以 接你的电话 电话响了 没完 那肯定接一下 为什么你女朋友 都没有备注 这不是能写女朋友吗 对吧 至少是女朋友 要不然是亲爱的 要不然是什么 你写的什么 没写 没备注 啥都没有 没有 哎呀 这很奇怪啊 他为什么不备注你 谁让他怎么想 你看看 不是 事来了 不是 我所有人都不备注 因为我记得电话 你所有人都不备注 都不备注 他确实都不备注 他爸妈也没有备注 哎呦 你看这姑娘 还属于特殊身份 跟爸妈平齐了 是吧 行 那你女同事 为什么接你电话 我也不知道 她当时可能在旁边嘛 我电话在桌子上 旁边公位 就顺便接了一下 然后他直接挂了嘛 谁挂了 他挂了 我挂了 我听应该是一个女孩接的 我当时就一下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当时就挂了 我就说 哎 下班了 在班忙完了 同事告诉我 哎 那刚才有个电话 我说赶快给他回过去 我说咋子拉着宝啊呀 然后他没说两句啊 咋有个女的声音 我说同事呀 他给我又挂了 我还没说两句 他又给我挂了 那我当时生气 我当然就挂了 我也不懒得跟他吵 本来上面老板都已经骂得挺严重了 我说算了 那就跟朋友吃吃饭 喝喝酒啥的 笑笑啥 在吃饭的时候 给我发了个消息 说啥 咱俩分手吧 看你有点不顺眼 就这种类似的话 我说分就分吧 你说什么 我说当时有点酒上头吧 当时心情也烦 我说分就分吧 我说 这就乱糟了 他连哄都没哄 也没说挽留一下 我也不是说真的想跟他分手 试探性的问一下 就是让他来哄我吗 然后结果他又说 你分就分吧 一点都不太犹豫的 这个时候脑海里 肯定出现的是 那个陌生的女生 对吧 对啊 他们之间一定有事 要不然怎么我说分手 连哄都不哄就分手 没有啥事呀 是吧 对啊 不是 那天就心烦 后来怎么又好了呢 我喝完酒酒醒了 我感觉我做的也不对 我说赶快联系他 手机打黑了 然后这咋办呀 我赶快找之前的朋友 我说帮我劝劝吧 因为我这边可能有点事 做的不太好 好不容易给劝回来了 劝回来没几天 他也不知道好好珍惜 我们俩不是约好聊视频聊天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先去洗漱去了 等我一下 然后等我洗漱回来 我发现他跟女同事 在那打游戏双排呢 那游戏就一决 他说洗漱去了 我说皮上洗漱也挺棒 我说打把游戏消解消解 正好看了那女同事 正好也是正好是碰巧 也说碰那天女同事 哎呀 这不可能太这么巧吧 一起可能就一起 他也喜欢打那游戏 对正好打 你们俩还配上了双排 就是邀请他 我看他在线就邀过来了 哦 那还是你招惹人家 我没招惹他 那打游戏 打游戏谁在线 有请谁呗 那么多在线的 你就邀请他 那几个都已经开局了都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好巧不巧的 就是那天 而且恰巧还是那个女同事 那很容易不让人瞎想嘛 正打了 然后他打电话 又骂开我了 那我觉得我没有 要跟那个女同事 打游戏重要 哎呀 这个一般人都是这么想的 是吧 跟女同事打得很开心 还行 没那么开心 没那么开心 我感觉打得不亦乐乎的 打不亦乐乎 这是假想第三是吧 解释清楚了没 也不是 那天就是 他也不是说游戏 他也玩别的 打玩家一打一宿呢 偶尔的时候 放假也愿意玩一些 但是我每次吧 都是邀请他陪我一块 然后他每次他都拒绝我 他就不愿意陪我玩 然后我就让他 我说那我打完 你来接我一下吧 然后来接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脸 就一脸不耐烦的 就特别不求要来接我 那我也不会打 你说去参谎那时 干啥呀 他一打打打一宿 打一宿 我说这只能行 我心情肯定不好呀 你用女性的思维 把这个句子造一遍 我重要还是麻将重要 你肯定是他重要 为什么你打一宿麻将 不陪我 我让他陪我一块 打麻将 我就要你陪我 我去打麻将干嘛 我也不会 他没让我陪他 不是 我也不会呀 学会没有 你看 这是他们的慈悲 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为什么你宁可打游戏 也不理我 为什么让我一个人 躺在那你打游戏 这不一个意思吗 对 回答 很重要 以后还打吗 不打了 好 为了你借了麻将 你能为他借了游戏吗 你看他犹豫了 慢慢借了 犹豫了 犹豫了 行 其实前面这些 我这么听起来 好像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还可以 其实他们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我真的不觉得这应该是你们的主要问题 你们今天到底为什么而来 我听这些东西全像坊子 因为都解决了嘛 都过了嘛 女生心里不会有那么大的坎 因为异地的关系 你看那你们为什么上来不直接说异地呢 异地怎么了 你现在在北京 我现在在北京 他现在在长春 你是毕业了吗 马上毕业了 马上毕业 你面临毕业 是留长春还是去北京 我还是想留长春 你想留长春 你呢 我想在北京闯一闯嘛 所以现在是这个矛盾是吧 对 主要是我现在还是想嘛 反正都是年轻嘛 去大城市闯一闯也挺好的 所以现在对于女生来说 假想敌三 也就是最后出场的那个接电话 打游戏的女同事 才是你最担心的对吧 对 异地让你特别担心对吗 对 让我都不能踏实 我凭什么就把自己交给你 我跟你说 他即使不做这些 也不应该有这个想法 我要把我的人生委托于一个什么人 除非北京有你特别好的发展路径 男生也是这样 干嘛那么自私啊 长春好 你让他发展 你在北京发展得好了 你们俩的爱情还在 再去奔赴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呢 我听明白了 那些众人的假想都是假的 核心就在于这儿 你们听听这些生活智者的建议 好不好 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定 你有前男友吗 有 那不是身边还是飞行的吗 我听明白了 这不是興趣的 都没有什么 我可以对我 我看你 你比较 你不应该 不应该 你ğ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为事业去奔赴 我觉得是都值得鼓励的 不是说我们一定 所谓的我要先追求事业 或者有独立的自我 那我就先放弃爱情 不一定是这样的 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但是女生 并不是说 我们对男孩有担心 我觉得他是不是跟别的女孩很近 就代表他不在意你不爱你 你最大的问题 是你心里始终是 犹豫的纠结的 我认为我们对于人生 任何一个阶段选择没有对错 只有我确定了这个目标 我就为他去 赴全力向前进 你没有啊 你边想着 哎呀我想他 想和他在一起 我希望他只爱我 给我安全感 一方面有点纠结 我不想去北京找他 我就觉得长春这儿挺适合我 很多时候没有两全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他 你也支持他这个年龄 以事业为重 你确实可以为而奔赴 这是你的问题 男生其实你的问题特别的大 什么女发小的电话吧 什么你的电话 女同事就能接 我都没听说过 除非是特别亲近 除非是你和他边界不清 除非是他认为你的隐私 他可以干预 所以你别说 有什么呀 阿不就一电话吗 阿不就一发小吗 你生什么气呀 你冷静冷静 我三天都不理你 这要换成我 你不用三天不理我 你第一天没给我解释清楚 我第二天就走了 你其实现在心里 并不是事业放在了第一 而是 他在你心中爱情的位置 没有那么重 我支持你说 现在我选择事业 我有了事业 才能给我的女人 美好的未来 没问题呀 但关键是 这个女人在你心中 还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你选择事业 你也坦诚地告诉他 至于他愿意为你奔赴一场 那是他的事 但说实话 我觉得你不够爱他 你能给人家真正的幸福吗 我要打个问号 说实话 我不看好你们啊 漫天遍野的诱惑呀 你都不一定是渣男 但就是幸福不纯正 不坚定嘛 所以你知道 他跟那些人也没什么事 但你也能看出他的不坚定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 那个城市找工作的话 一定是比他和他身边女孩子 更优秀的人 你会更怕的 与其到一个大的城市里头 让自己迷茫且迷失 还不如脚踏实地 先投简历 然后再说回爱情哈 你们两个人 在认识的时候 他就给你留下了 一颗不安的种子 研究他前女友的最初原因 不就是想知道 这个男孩子 对女孩一贯的套路 和他们分手的原因 以及想让自己知道 我有个前车之鉴 可能我就能让我们的感情 进行得更顺利嘛 然后随着他讲的东西 越来越多 和他描述前任的时候的 那一些感觉不对劲 让你开始对前任 这件事情敏感了嘛 有一些男孩子 在讲述自己前任的时候 是生怕你不帮他 打开这个话匣子 你一旦问了 我两眼冒光地跟你讲 我前任是个怎样的人 我曾经对他有多么好 他又怎么怎么怎么样 事无巨细地 恨不得把你当成好哥们 一起来分享 就是他这一种 滔滔不绝的分享欲也好 再或者是他描述到了 他对前任做的某一件事情 是你期待 却一直没得到的 任何小事 都在你心里头 留下了一个叫做 原来他一直 偷偷地思念着那个人啊 女同事肯定有问题啊 小伙子管你怎么说 你今天站在这 说破了天了 你跟女同事之间有暧昧 你不止一次让他接你的电话了 能不能够把女同事变成女朋友 这得看你的个人能力 不是说愿意跟你有点暧昧的女生 就一定会愿意跟你发展的 所以这也是你一直到现在 理直气壮地说我跟你同事没有一腿的原因 没有一腿只是还没来得及生出去 以及对方可能还在阻止你往前进 所以恋爱要不要谈 你自己判断工作要不要找破灾媒介 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的女人要的多 好像感觉过去女人要的少 其实不是 是因为现在男性的担当力越来越差了 过去是男生说你要在长春发展 老家在长春 没得选啊 我放弃一切 我陪你去长春 我要在长春闯出来 因为我给了他还好一丝药吗 为什么现在女生在玩命的药啊 是因为男生不愿意主动的给予 甚至都没有担不起来嘛 所以就变成了唯唯诺诺嘛 过去常从女人嘴里面听出来 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 常常从女性嘴里面听出来的是 那你陪我留下来吧 我不想远嫁 然后男人说好 为了爱我留下来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不重要 因为男生不会再反除说 我当时还觉得有点那个英雄气概 是吧 你看我为一段爱情 我留下来了 我牺牲了 后来他跑来还是怎么着 这个没有 这就是现在体要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有了 有女孩子的时候 我们才交给女孩子说 珍惜 珍惜什么 珍惜自己的发展 你就珍惜自己的发展 你好了吗 自然就会招引来男孩了 因为现在男孩变弱了 那你怎么办 这叫迫不得已让女人变强 其实也挺无奈的 来 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我尽量就是会把这些异性关系 会跟你解释清楚 也会把这些异性关系 尽量的去 尽量不要出现什么问题 把这些事都解决掉 而且我们也在相对于互相考虑考虑 这个异地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两个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比较甜蜜的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一直走下去 我也希望我们一直好好走下去 至于这些假想敌 我也去真诚地向你道个歉 这些东西 它其实也是社交 我避免不可的 也是避免 难免避免的 希望你能理解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 来预测一下结果 双出 双出吧 男出女不出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来来 我就问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异地 我们会去再相互考虑 出一个最佳的方案 来 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 中国总是要试错